就开始直面匈奴的压力 最开始的时候 楼兰这边或许还敢跟匈奴硬顶一下 但是后来 这就是楼兰当时背叛汉朝的真实原因 而等到汉武帝去世之后 接下来近十年的时间里 汉朝依然没空去解决楼兰的问题 因为在这几年里 又是两三年过去了 所以 直到汉武帝去世近十年之后 汉朝高层才彻底问题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 楼兰内部对于汉朝的期望 自然越来越低 虽然还是像以往一样 像汉朝那边派侄子 在匈奴的窜夺下 他早年是甘肃这边的人 后来靠着军功 一步步升了上去 因为他家乡距离楼兰这边比较近 而接下来 当时西域这边的很多国家 虽然暂时倒向了匈奴 但骨子里还是害怕汉朝的 所以当富介子代表汉朝 来到西域这边之后 几个西域国家也表现得非常尊重 而当富介子询问他们 为什么要背叛汉朝 转头匈奴的时候 他们也不敢硬顶 只是把责任都推给了匈奴 在外交领域 这其实是很常见的手段 其实就是在踢皮球而已 如果就继续这样扯皮下去 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不过在这次出使过程当中 富介子却发现了这些西域国家 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之后 富介子就先回到了汉朝这边 来找霍光请示了 当时富介子发现的问题 其实就是西域这边 各国国王的安保漏洞 西域这边的小国 大多人口有限 所以就算是国王身边 其实也没几个护卫 相比之下 汉朝皇帝的安保工作 那才是真的密不透风 不过这也很正常 毕竟中原这边 除了人多之外 历史也很复杂 当年在中原这边的历史上 可是发生过很多 类似荆轲刺秦之类的事件 连秦始皇都被刺杀过不止一次 那么后来的汉朝皇帝 自然会在安保问题上用心 至于西域那边 他们可能压根就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算意识到了 以那些小国的国力 也很难组织 特别完善的安保体系 这也就意味着 刺客可以轻易刺杀这些小国的国王 所以 当时的傅介子 就把主意打到了刺杀上面 傅介子认为 如果派大军劳实远征 对汉朝国力会造成很大折损 相比之下 如果能直接刺杀那些小国的国王 然后在这些小国内部 扶持一个亲汉的国王 以及扶持其他亲汉的官员上尉 这个代价远比直接出兵要小很多 对此 霍光导也很支持 反正这个计划 就算失败了 也就只是傅介子 自己丢了性命 之后汉朝还会给他报仇 可如果成功了 汉朝就能少死很多很多人 于是接下来 在得到霍光的同意之后 傅介子就带着几个随从 再次前往了楼兰 同时 傅介子还带了不少金银珠宝 以此来作为接近楼兰国王的筹码 等到了楼兰之后 楼兰国王最初到也很小心 根本不愿轻易靠近傅介子 于是后来 傅介子就想了个办法 杨庄要离开楼兰 前往西域其他小国 临走之前 傅介子则是再次找到楼兰王 说皇帝派我过来 其实有事情要和您说 但是这话说的时候 不能有外人 就这样 楼兰王在那些金银珠宝的诱惑之下 终于答应了傅介子单独会面的要求 等到国王遣散了身边的侍卫 只剩下傅介子一个人的时候 傅介子忽然抽出刀 趁其不备 以鸡毙命 就这样 傅介子轻易干掉了楼兰王 而在这之后 外边的大臣和侍卫们 自然也都听到了声音 但是等到他们过来 查看的时候 楼兰王已经死了 而此时的傅介子 则是再次以汉朝使者的身份 开始吓唬他们 对于傅介子本人 楼兰人或许并不害怕 但对于那个强大的汉朝 楼兰人就怕了 毕竟四十多年以前 汉朝稍微发怒了一下 就直接派了几万大军过来 傅介子这个时候 更是代表了一位楼兰王子 之前楼兰曾经派质子 汉朝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 就这样 在经过复杂的内心斗争之后 汉朝想解决楼兰问题 而如今 这其实也就只是一个趣闻而已 毕竟汉朝当时国力太强 就算出动几万军队打一仗 而像楼兰这种一万多人的小国 从始至终 不过啊 楼兰的归降 西汉通往西域的通道 这就为十多年之后 这就能看出几万一回事 那ith思维的一年之后 最后再次进入军传取的一年之后